音樂 我們常講藝術教育 其實藝術我們亦可以說生活的藝術 而大自然本身是隨手 其實就是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份 所以透過大自然艺术體驗 其實我們希望小朋友能夠懂得珍惜 和就着身邊的事物仔細去觀察 而大自然就是正正好一個 我們說可以隨手拿來的一個課題 也是一個懂得讓他們珍惜 現在我們大自然所帶給我們那個美 原來生活之所以那個美 大自然是造就了很多很美的環境 和我們在視覺藝術元素裏創作 無論在色彩上面、線條上面 我們在大自然就很多時候可以發掘得到 當中令到他能夠懂得珍惜愛上大自然的時候 自然對於珍惜這個環境、愛護環境 在這方面就有一個身體力行、一個推動力 讓我們的小朋友更加能夠懂得 愛惜到我們所有的天然之源 一個環保的信息和概念